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团高老师 首先欢迎各位再到我的课堂来 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继续来 做更进一步的 NM 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来做 一个EIT造型 的这个设计 到这个代码的一个NM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 把上一节的两个题目 稍微做个变化 然后让你呢,来习惯于 用EIT造型,也就是G类籽类 来做思考 那这里头从这个需求表当中 可以了解 这个算法呢 是已知的 算法是已知的 而且它是累加的 只是 每一项目 每一个项目 它是未知的 所以在这里 子类 才会把 各项 这个数据 把它 传送到 基类 所以 这个子类 要提供 各项的 资料 各项的数据 这个 这个一般很常见 为什么 比如说 我 这一个 在 数据库里头 我每一个公司 比如说 公司 A A 还有 买主呢 是公司 V 等等 那么 每一家公司 有不同的数据库 虽然 这个 N值加几项的N值 跟它的算法 就是 就是 N N跟算法 这两个 都写在 积累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 A公司呢 它的数据库 跟 V公司的数据库 是不一样的 那 我们要把公司里头的 这个数据 把它拿过来 离家 离家 OK 譬如说 我要做 刚刚几例过的例子 就是 算这一个 这个 年终奖金 算 年终奖金 那年终奖金呢 就是 总共 计算 12个月 OK 假设是一致的 而且 也是在每个月 的 这一个 奖金 把它做个累加 但是 每一家公司 每一个员工 每一家公司 的每一家员工 可能 他的 每个月的年终奖金 都写在数据库 但是 都不一样 所以呢 要到数据库去牢 所以这个抓数据库 是 买主来的 就是 才知道的 所以 要写在 纸类 写在纸类 OK 所以 所以我们就来做个 分析 首先 我们的 架构式的任务 要来 设计 接口 I 让 G类 可以透过 抽象函数 来 调用到 这个 T 调用到 纸类 那因为他有很多项 所以呢 这个 E 这个 可以重复的 不断的调用 函数 总共调用N次 每次传回一个 KN的值 然后 传回到E 再把它里加 当然 因为 这个 I 因为 这个E 跟I 都是架构式 决定的 所以 你可以 透过他 来 调用纸类 来扣 N次 那 值类呢 在从 数据库里头 每一次呢 送一笔 一笔 数据呢 送到E 也就是说E 透过I 扣T 扣的是N次 每一次 就到 数据库 抓一笔资料 然后 送到E 那因为记得 这个 架构式设计I的人 你可以 设计一个 抽象函数 只扣一次 但是 就以每一次 扣一次 就传送N笔回来 传送N笔 也就是说 E 透过I 只要扣一次 对不对 那T就到 数据库去 N笔 然后 就把N笔送回来 那把 这N笔呢 放在一个 collection里头 或者放在 array list里头 都可以 OK 这个 是由I来决定的 I设计完毕 T就 依你的 I而决定了 你的I 如果 只是为了扣一次 那么 T就会听你的 一次到书记库 然后N笔 数据给你 如果你的I 是扣 N次 那么T就会乖乖的 依照你的I 来设计T 每一次 只撈一笔回来 撈一笔回来 所以呢 我们就 把这个 刚刚所说明的 你也可以 设计 一个这个函数 设计一个新的I 新的I 让他 只要呼叫他一次 就把 这个 N项数据 把它 传回到 这一个 E啦 OK 就每一次 就读起N笔 传送到E 记得那刚刚已经说明了 掌控权 就在于 架构式手中 架构式 如何 设计I 这个 地头舌就会搭配 就会搭配你的I OK 所以来看这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算法 跟N子都写在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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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定义出I 这是I 叫做 On item 那么 里头还 传送一个 值 传送一个值 OK 所以他 传送下来 是 比如说 第一次 扣下来 这叫重复的 扣 第一次扣下来是0 第2次扣下来 这个阐述是1 第2次扣下来是2 第3次扣下来是 这个 第1次是0 第2次是1 第3次是2 第4次是3 这样一直下去 这样子 这个 On card On item 才知道 现在读到第几笔了 读到第几笔了 然后他就把 那一笔 从实际库 把它撈出来 再把那一笔的 数据 传回到 这一个 基类 所以是基类 口子类 由子类去抓数据库 数据库呢 的 这一个 数据呢 就会传到这个基类 由基类来做 算法里加的动作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刚刚讲的 整个流程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的 这个 代码怎么写 所以基类 基类呢 他算法是写在基类 所以 算法在这里 这是算法 算法才是基类 然后n子也写在基类 n子也写在基类 所以他首先 调用自己的 函数叫做get count 所以 这个是 6 所以n子是6 所以他这个for loop呢 做6次 做 这个 做6次 所以每一次呢 他会把这个n子呢 把i子把它传下来 传的 这个k 这记录的 传到第几次 传到第几次 所以 call on item 就扣到了 抽象函数 抽象函数 就扣到了指类咯 就扣到了指类咯 所以 指类呢 就是 my count 指类咯 这就是指类 这个 这是指类 指类呢 必须去实现 这一口里头的 on item 而且参数也要是 按照 i的规定咯 所以他就把 这个 一个table里头的 我们现在是用table来代表自己 数据库 所以他就把 这个 第1次呢 因为 是零 所以 第1次传100 第2次传300 第3次传100 这样子 一个一个 把它 回传 从指类 把它回传到 基类去了 回传到基类 那这个基类呢 每一次传回来 的指都在这里 每次传回来的指 所以就一直把它列架 一直把它列架起来 这就是指类咯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再看 一个 比较复杂的 例子 原来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 在 不是上一个例子里头 这个n值是 在这个时间是决定的 但是 我们现在的n值要放在这里 到底要算几笔 是由用户 这边是用户 用户来决定的 这边是由 地头舍App开发者 来决定的 这边是由 强龙来决定的 强龙来决定 现在 n值是由 用户来决定 那 该怎么办呢 所以 非常简单 在 运算这个算法 执行算法之前 要由 这个 用户 把n值 送给他 用户来输入n值 然后 送给鸡类 送给鸡类 或者 是 有用户来输入n值 鸡类再来抓n值 也可以 反正 n值要送回到鸡类就对了 然后 依据这个n值呢 鸡类 再来调用纸类 n次 那 每一次把 一笔 数据 把它 送回到 鸡类 所以鸡类就有n值 又有数据啦 所以就能够执行 它的算法 就执行它的算法 我再说明一次 就是 鸡类调用纸类没问题 这已经熟悉啦 接下来就是因为n值 是在用户 这个阶段 执行的时间点 才 输入的 所以要把n值 送回到鸡类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 想说 那这个n值得这么慢回来 这么 在时间上面比较晚 那么 这个 算法呢 又怎么算呢 其实 很简单 我们的这一条 时间的顺序 其实是 开发的顺序 就是 啊 譬如说 这个是 在 2006年 有Google写好的一个鸡类 然后到了 20 13年 2013年 的 这一个 啊 1月好了 1月份 才写 有个买组来啦 才找这个地头蛇 写App 写紫类 写紫类 然后呢 写完了紫类之后 啊 再来是 到20 2013年的 7月 7月 再来 把这一个 App呢 下载在用户的手机 用户才执行 那用户把这个 App启动的时候 就开始输入n值 输入了n值之后 他才真正会去做算法 所以 真正 在做计算 起始时间点 已经在 2013年的7月份 只是 我们的代码是在2006年写 但是电脑真正在执行 这一段的运算的时候 其实已经 在 2013年的7月 1号之后啦 OK 我再说明一次 在这里就是 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一条线 所表达的是 软件的 代码的 写的顺序 是在2006年 就能写的激烈 但是 并不是在2006年就执行这个算法咯 对不对 直到2013年的 年初 买主进来 我们才找地头蛇 来写纸类 写完了纸类之后 在这个时间点 做compiler 做link 才会变成一个 APK 那APK呢 才会 把它 放在应用商店咯 或者是直接交给这个买主咯 那买主呢 的用户 在这个 2013年的7月份 他才执行起来 他才去执行 OK 应该要算 这个 这一个半年的年中奖金 那他执行的时候 首先 把AP启动 启动了之后 让用户 输入N值 输入N值之后 才会去 调用 这一个 因为输入N值 可以在 N值可以在 Activity 里头输入 然后 之后 输入完毕之后才调用 鸡类 来做这个算法 这个时候 N值已经有了 当然 就可以 来调用 子类N次 然后 再把每一笔 送回来 所以我们 把它 再说明一下 就是 我们可以使用 Activity 刚刚说的Activity 来提供 这个 UI 比如说提供一个 让我们输入 这个 N值的窗口 所以 User呢 就可以在这窗口呢 输入这个N值 然后呢 有 输入N值呢 这个N值可以留在 Activity里头 也就是说我们的AP 启动的时候 先把Activity 弄起来 这个时候 Activity就提供 UI 给 User呢 来输入N值 那这个N值可以保留在 N值呢 这个N呢 这个 N的值 保留在 Activity 保留在这里 之后呢 在 在 啊 这一个 Activity去 Rung E的时候 这E是谁Rung的呢 是由Activity来Rung 在Activity在Rung的时候呢 啊 就可以 从刚刚的保留的N值 来取得 啊 取得 这个 N的值 那 那 取得了N值之后 就可以 调用 I的函数 总共调用N次 每次传回来一个 KN值 E再把它加起来 这样就是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结构图 所以 这个 一开机的时候 不是开机 就是把AP 把这个 APP把它 启动的时候 会 先 调用他的 OnCreate 或是On Click 等等的 函数 这个时候 可以让 用户呢 在这个时间点 把N值输入 然后把N值留在 保留在Activity里头 之后呢 他就可以 MyActivity 扣G类的RUN 那么G类的RUN呢 他会扣子 扣抽象函数叫 OnCount 扣OnCount 所以 就扣到OnCount 扣到这里 扣到子类 子类 再来 调用MyActivity 把N值 get回来 把N值 get回来 所以N值呢 是从这里 送回 N的值 然后 再从 Sung的这个Return 回来 是N的值 所以 这个是 我再讲一遍 就是 当一开 把AP RUN起来的时候 那Activity 会来调用 MyActivity的 OnCreate OnClick 等等的 在这个时间点 让用户 把N值 输入进来 输入进来 先保留在MyActivity里头 接着MyActivity来 调用 这个RUN RUN 调用OnCount OnCount 再 调用子类 的OnCount 这个OnCount 再发出一个 信息呢 调用 MyActivity的 一个函数 把N值送回来 N值再 Return 回来 因此 因此呢 G类 就有N值啦 就有N值啦 有了N值之后 他就可以 Core它 CoreOnItem CoreN值 每一次呢 就到 这个 数据库 里头去 撓一笔资料 把它传回到 G类 因此G类 有算法 有N值 有 数据库传来的 每一项的 数据 因此 这一个 算法 就可以 很完美的 达成它 计算的任务啦 OK 所以 我们来 看一下 这个 代码的写法 代码的写法 所以 这个算法呢 要写在G类 这是 这是G类 所以 这是算法 要写在G类 写在G类 OK 所以它 首先 要得到N值 首先要得到N值 OK 所以N值是 要扣 OnCount 所以 这里扣到OnCount 就扣到子类 就扣到子类 那子类呢 就是 这是子类 这是子类 这是鸡类 这是鸡类 所以首先 建立一个静态的 变量 这个是要放N值的 放N的值 会暂存的 所以 在这个App 启动的时候 然后 Activity会来调用 这个MyActivity OnCreate 然后 做了UI 的布局 其中有一个窗口 是用来 让用户来输 N值的 输入N值的 输入N值 所以这个时候 UI上面 就可以 有一个窗口 来输入这个N值 OK 所以呢 什么时候输入呢 在这里 当 User去按了一个 按了一个 这一个 按钮的时候 就会来执行这一段 执行这一段 那这一段就是从窗口 刚刚已经 显示是窗口 在这里 就是 在一开始 App启动的时候 他就会来执行OnCreate 执行OnCreate 的时候就会开出一个窗口 开出一个窗口 OK 那 这个窗口呢 用户就看到了 用户就会在窗口里头 输入一个N值 输入一个N值 好啦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执行咯 按一个按钮之后就开始执行 执行的时候 就到这个窗口 去把刚刚输入的N值 把它抓回来 这是 抓到了N值咯 再把它 变成这一个 一个字串 再把字串变成一个 这个 一个整数 把它存在这里 所以这里头就放的是N值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Activity 执行OK啦 那 就可以开始执行RUN啦 有没有 就是抓到N值咯 接下来就 执行RUN 执行RUN 就来执行到 G类 的这个RUN咯 执行到这个RUN 所以执行到这个RUN 的时候呢 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执行这个GET COUNT 啰 所以GET COUNT就 跑到这里来啰 它又执 ON COUNT ON COUNT又扣子类的 你执行RUN 对不对 执ON COUNT就扣到子类喔 子类的 ON COUNT在这里 这是子类的ON COUNT 它就 去抓 有没有 MyActivity的N值 啊 那因为 目前的Activity 啊 里头呢 这个N值是放在静态的 的函数 静态的变量里头 所以直接抓就可以了 那么 如果你放的不是静态 那你就要再设一个 像 GET N 这种函数 去抓它 OK 总是 能够 从MyActivity 抓到N值 啊 抓到N值 对不对 然后 再把N值呢 再把它回船 OK 这一个 回船回来 在这里 所以他得到N值了喔 所以他就把N值送回来 所以就得到了N值 所以这个N值是 从Activity 得到的 因此 就可以扣子类 扣N次了喔 每一次送回 一个 资料 项目 所以总共送回来的 六个 资料项目 这样就计算 完毕了 就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 Activity的代码 就刚刚看到的 什么把 这一个 从 UI的 实创上面 把N值 存在 这个 静态的变量里头 你看 这里头是静态的 静态的变量 OK 那这就是 让你输入一个 6 OK 然后按一个run 这个button 就可以执行了 OK 好 那我们练习的 这么多的 机类子类的 结构 也就 EIT的造型 也了解了 他怎么 对应到代码 怎么写成代码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新的观点 就是 原来 这个 AP 也是 一种插件 原来的AP 因为 AP就是 很多T的组合 很多T的组合 所以 架构设计的关键任路 就是设计这个接口 让这个 框架E 以这个T 可以透过这个接口 把它结合 所以 这种称为叫做 大家讲的下API 叫做API 例如 这一个 你看 这个是 E 这个是T 然后这是 E的部分 或者是 这个 配件 P的部分 那这个 这个就是APP 其实APP 就很多T的组合 所以 AP 本身 就是一种 插件 AP本身 就是很多T的过程的 那 E跟I的部分 叫做平台 那这个 那这个部分 叫做 API 这部分 叫API 这个部分也算 就是 AP插件 跟平台之间的这个接口 就叫API 叫API OK 那这些都算 这个 平台的API OK 所以这里只是让你了解 其实 APP 也是 一种插件 一种插件 所以我们就 再 复习一下 架构式的工作 计较于最关键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 在T上面 在T 这样子让AP开发工作 显得很 简单 为什么 因为 他只要专注于 这个 买组的知识就可以了 这边 是属于 强荣的知识 这边 强荣的知识 这边是 买组的知识 也就是 地头舍的知识 所以 当他在写AP的时候 其实就写T 那么 T就是买组的知识 所以AP开发者就要关注于 这个买组的知识 对于 强荣的知识 他就不用去关心了 他直接透过API 来 调用 强荣的代码 就可以了 因此呢 就 让这一个AP的开发者 变得很轻松 所以只要专注于 都可以理解 这个 EIT造型 就是代码 未来 大家就可以拿 EIT造型 当成一种砖块 来说明 房子的墙壁 是怎么给起来的 大家就不用再担心 这样的架构设计 是无法落地的 OK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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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